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购物款欢节 一个神奇的包裹被送到了女人手上 小美是个过期演员 最近几年的工作一直都不太顺利 于是她在网上买了个幸运手镯 希望她能够帮自己带来好运 毕竟这件古董可是花了她两万美金 她开始期待好运的降临 可下一秒 一旁的助理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 助理告诉他们 刚才头顶的吊灯突然掉落 正好扎在了小美身上 消防员尝试将她搬走 可是吊灯扎进了地板里 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 经过检查 小美身上没有穿透伤 消防员更是在墙上看到了小美的电影海报 他们非常激动 今天竟然救了一个大明星 可小美此刻只关心她的幸运手镯 有没有损坏 这让消防员感到非常的无语 小美说她现在完全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 消防员赶紧过去帮她检查 他们从包里拿出工具 在脚底板上一滑 小美果然有了反应 这说明脊柱没有受到损伤 然而就在消防员为她测试左脚时 小美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事情一下变得严重起来 因为这表明她的脊柱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而眼下当务之急事先把她救出来 队员拿了切割机开始切割吊灯 随着吊灯与地面相连的部位被锯断 他们合力将吊灯给抬了起来 此刻小美的左腿出现了刺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一旁的助理甚至激动 她认为一定是幸运手镯起了作用 这不禁让消防员感到一脸蒙圈 回去的路上 面对消防员的疑惑 小美解释道 最近几年就算是受到了诅咒 运气一直都不好 所以她一有时间就会寻找能把她转运的东西 但效果一直都不好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幸运手镯上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只是厄运的开始 没过几天 消防员接到一家美容院的报警 他们迅速赶到现场 却被眼前的荧幕吓了一跳 看到女人的手臂上戴着幸运手镯 消防员立刻判断出她就是小美 此刻她的脸上被涂满了疯 呼吸受到严重影响 消防员一边按摩她的情绪 一边拿了手术刀在嘴部开出一个小孔 却发现疯了已经进入到了喉咙里 他们赶紧拿来倒气管为小美通气 在他们的及时抢救下 小美终于脱离了危险 至于这满脸的疯蜡 只能叫给医生来处理了 等消防员处理完回到总部后 却惊讶地发现小美的手镯掉在了消防车里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物 触碰到她的人将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队员拿了手套让其戴上 可小帅认为他们太过敏感 直接伸手将她捡了起来 可没想下一秒 队长赶紧跑过来查看 却惊讶地发现地上怎么会有汽油 从此他们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没有了幸运手镯 小美来到一家浴室店挑选幸运水晶 在货架的顶端 一款紫水晶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赶紧让助理去找一下老板 紧接着在旁边拿起一个梯子 正当她伸手准备将紫水晶拿下来时 旁边传来了助理的惨叫声 助理的腹部受到重伤 倒在了地上 老板听到动静也迅速赶了过来 他赶紧拿起手机 拨打了求救电话 可没想就在这时 小美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紧接着老板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 他们晃晃悠悠倒在了地上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店里的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 他们首先怀疑是不是煤气没有关 可经过检查却发现 这栋楼根本就没有煤气管道 紧接着他们又在地上发现了小美 这场消防员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们先把小美给救了出来 助理此刻仍然十分危险 因为水晶刺破了她的胃部 消防员发现这是一种白铁矿 其成分是硫化铁 与胃酸反应就会产生硫化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都会陷入昏迷 与此同时 警方通过监控查到了伤害助理的凶手 并且在美容院的监控里 也发现了该名男子 于是他们来到医院警告小美一定要小心 晚上小美独自开车回家 却发现有辆车一直跟在她的后面 她遇感到了危险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附近的警员接到命令迅速前往 此刻小美刚好来到了一个路口 他们又注意到前方正在施工 直接静止撞了上去 卡车上的丽青向下滚落 直接将小美给埋了起来 警方也在这时赶到现场 他们迅速将黑衣男子当场抓捕 此刻小美的汽车已经被完全淹没 他尝试打开车门但发现不行 当消防员赶到时 丽青已经开始硬化 为了给小美输送氧气 他们直接敲碎后尾灯 将氧气管从后备箱拆了进去 小美听到声音也迅速爬到了后面 可是奈何距离太远根本够不到 没过一会儿 小美就因缺氧晕倒了过去 另一边 消防员正常试用工具铲掉丽青 可是丽青太硬根本铲不动 机智的小帅赶紧拿来工具 开始给丽青加热 这个方法果然起了作用 他们成功将丽青铲了下来 打开车门的一刻 小美终于苏醒了过来 他们顺利将小美抬上了担架 通过对犯人的审问 得知男人是个工艺品卖家 小美的幸运手镯也就是从他那里买的 他在网上看到小美发布视频 需要直播开箱 这可把男人给吓坏了 因为他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于是他想尽一切方法 决定把手镯给拿回来 他跟踪小美来到了一家美容院 趁着小美在敷面膜 男人本想趁机取回 却不小心打翻了上面的疯辣罐 尖叫声引来了店里的员工 男人只好赶紧撤离 没过几天 他再次跟踪小美来到了一家水晶店 并要挟女助理把手镯交出来 争斗中 男人不小心误伤了助理 本次计划也宣告失败 最后的他决定破釜沉舟 一路跟随小美 势必要把手镯给取回来 却没想要引发了事故 男人还被当场抓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双十一购物一定要擦亮眼睛 可千万不要买到假冒伪劣产品